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 因为我知道啊 李晨演过好多的戏 譬如说唐山大地震 不是他演的 比如说什么《鸿门意爱》 以及很多大戏都没有他的参与 那么今天呢 我们希望他能展现不一样的李晨 对 其实我是演过戏的 在大概十几年前 我演过两部电视剧 一部叫做《生命因你而美丽》 然后是一部现代剧 第二部叫做《风云》 对 有印象 是不是 有印象 当时那个全称叫《风云熊霸天下》 我演那熊 我演的那个霸 对 合适 今天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 那么今天咱们这样啊 包括两位老师在内 连我们的副主持 每位拿了一张卡片 卡片后面有一个提示 里边演的内容都在上面了 或者是人物 或者是事物 或者也许演一个道具 反正都有 按照这个提示 你要表演 表演成我们猜 如果猜中 那说明你演得非常好 和题目很稳合 如果猜不中呢 猜不中的话 我们会有惩罚制度 还有惩罚 对 也没有大惩罚 就开个玩笑 比如李晨这样的 就把头剃掉 比如董老师呢 就烫一头就行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题目都在这儿了 各位分别来 哪一个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开始 从四月开始 刮老庄 猪八戒学抽烟 猪八戒要刮胡子 猪八戒摔钉扒 还是猪八戒 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你的表现力确实是 富于死 好像里边有那个 有胡子 有胡子 有抽烟 抽烟 这我们猜不着了 这个啊 好吧 来吧 孙岳拿出你的卡片 来告诉我们 你扮演的是什么呀 男人帮 那个帮你是怎么演的 棒 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 这玩意儿 我都想得不来 来 姐夫 扭什么呢 姐夫演的是流沙河 那季 都是西游戒 这季还有女妖怪呢 画画 画画 再画蜘蛛精 芭蕾 天狐 哎呀 他这个故事太繁琐了 爱情 啊 啊 啊 不是那什么吗 你们明白了是吧 啊 这是那什么 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谁知道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不是 你们猜这儿了吗 啊那必须的 是 不就那种吗 对对对 盘丝洞 哎对对对对 我是好 猪八戒猜出来了盘丝洞 哈哈哈哈 你没有猪八戒 这是泰坦尼克号 哎呀 我的个天呐 你说说吧 什么 怎么是泰坦尼克号呢 船 这比床大部分多少 那是床 一个女的站这儿的 啊 杰克给她画画 后来站在船头 对后边这两个 站在船头 别跳 别跳 别来着我 别跳 别跳 让他跳吧 哈哈哈哈 这没有什么架子 泰坦尼克号 有点 坦特尼克号 接下来 我们到了董浩老师了啊 你给我拿着啊 啊我猜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武装官 全是西游记 小孩 啊 哦小boy 哎 哎 葫芦 好 葫芦里生出一核 十八楼和豆腐三大白狗精 这知道不知道 有知道的赶快举手 我们有人猜出来 叮当的叮当 葫芦娃 金刚葫芦娃 金刚葫芦娃 葫芦娃 金刚金刚得是这样 这是金刚 好 葫芦娃 嗯 我觉得这集 用不同人眼光 眼睛来可能都很一样 他有不一样的葫芦吗 是 如果我演的话 这七个葫芦我就不怎么演 那你试试 我能试试 哈哈哈哈哈哈 七天女儿 他这还是半自动啊 哦 都比划过来了 嗯 两个人